这个男人往口袋里一摸 随手就拿出一个大木锤 在路上掏出一个小喇叭 瞬间震碎车玻璃 她的名字叫小金 原本是个不起眼的上班族 这天她弄来两张票 想约这个女人去听音乐会 可是女人说自己闺蜜也想去 能不能再弄一张票 小金无奈地放弃了去的机会 让女人和闺蜜去了 突然门外进来一个美女 名字叫做蒂娜 她假装来开户 实际一直用摄像头 拍摄银行内部 对面的人正在商量抢劫的事 小金来取车 可自己的车目前修不好 拿了代替品来到晚会 这车估计有十二手了 不仅如此 她还倒霉透顶 被保安轰出来了 被溅了一身水 刚好被蒂娜看见了 这下丢死人了 开了车来到桥头 见水里有个人飘着 立马跑下去救人 可那根本不是人是一堆垃圾 也不算没有收获 在垃圾里翻出了一个 会改变她人生的面具 她回到住处 因为打湿了房东的地毯 挨了一顿讯 失落地回到房间 她看见狗子对着面具叫 拿起来放在面前 没想到直接吸了上去 一顿地地转天旋之后 变成了一个大绿脑袋 别说牙还挺整齐 出门悄悄摸摸怕打扰房东 可是弹出一个闹钟 她当即表演裤裆掏木锤 追着打了起来 出了门碰到一群小混混 他们追着小金来到屋里 小金直接表演了起来 给混混头子捏了只狗 可她说这只狗有狂犬病 给捏爆了 混混头子一脸失落 小金拿出一个黑色气球 一顿操作后变成了一把真枪 一顿突突吓走了众人 还像修车的两个人负了仇 小金从床醒来 面具已经不在脸上 她以为是个梦 就在这时警察敲响她的门 问起了昨晚的怪人 这个面具人拉伸着自己身体 躲避所有子弹 是舞会上最亮的仔 而在前两天 她还在被警察问话 因为房东太太被骚扰 是一个绿面具的怪人 小金当然知道这是谁 一直掩饰着 上班要迟到了 她丢掉面具准备出门上班 可面具又飞回来了 卷发妹来到公司采访小金 没想到居然是熟人 曾经报道过自己的文章 小金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 居然接二连三有美女找 小金正做着美梦 被狗子给舔醒了 起来发现面具居然在家 想了想还是戴了上去 摸了摸口袋空空如也 她邪念生起 这几个人正准备抢钱 却被她掀手拿走了 开着家常的车来到歌厅门前 用了点小伎俩进来了 休得一下来到鼓手身边 给她换了个妆 音乐瞬间嗨了起来 小夫这便因为抢劫时被人抢先 询问是谁干的 小金被指认出来了 他们带了枪过来找查 连续对着她开了几枪 却被变着花样躲掉了 警察赶到现场 她认为是小夫带人抢劫 还以为小金也是她的手下 她捡到了小金被打掉的衣服碎片 上门找到她 问她对自己上班的银行被抢 有何看法 她只能敷衍地应付 小夫花钱请人找到面具人 要比警察先找到 蒂娜来到小金公司 问她是否和面具人有关系 她说是她的大学同窗 并答应晚上让面具人找她 小金带面具去做鉴别 反而被认为是妄想症患者 晚上来到约定地点 她戴上面具开始泡妞 可没想到警察埋伏在这里 警察从男人身上 一件一件地掏出东西 这口袋里的东西不一般 这小小的口袋里竟然什么都有 把警察甩掉锁上门 转头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没想到她不跑反而唱起歌跳起舞 还带动了警察一起 所有警察都排在她身后跳舞 小金借机逃跑了 躲在墙后脱下了面具 这时卷发妹开车救了她 脱面具时被她看见了 还跟她讲了一堆假话 为了得到那些奖金 她出卖了小金 小夫戴上了面具 变身成为新的面具人 不得不说这形象挺丑 他们来到小金家里带走了所有的钱 狗子一路跟了上去 小金被丢出车外 刚好砸到了警察 她被捕了 蒂娜来到监狱看她 告诉她小夫要戴着面具做坏事 还透露了真情 可刚出去就被小夫给抓了 小金让狗子跳进来偷钥匙 成功逃了出去 打晕了监管 把警察和自己锁在一起 小夫来到舞厅里 想让开除她的上司付出代价 子弹打进她的身体 她直接用嘴当枪用 打飞了上司 小金赶来舞厅却被抓住了 蒂娜骗小夫脱下面具 一脚踢开面具 狗子接住了 在挣扎过程中戴上了面具 吓走了追兵 小金还在和小夫缠斗 狗子来到她身边 刚摘下面具却被一枪打飞 她跑去把台下捡起面具 变身面具人 和这几个人讲了道理 赶到蒂娜身边吞了炸弹 小夫还不甘心想要偷袭 可被直接冲走了 警察想要逮捕小金 却被市长拦住了 市长证实是小金救了大家 还警告警察不要打扰她 看来这次是真没戏了 三人驱车来到捡面具的地方 扔掉了面具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她压抑着我们最深处的欲望 面对外人时不得不戴上面具 可是真正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表现出最真实的那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